能成大事者三不问五不说 聪明人追求的不是自己能做什么 而是自己不能做什么 苏东坡说过这样一句话 大勇若切 大之若愚 真正的聪明人奉毛铃角 多的是自作聪明的语言 一书也曾说 聪明人无谓争意气 对于聪明人来说 最大的智慧就是管住自己的嘴 懂得什么话不能说 什么事不能问 不问三件事 低于你无关的事 别问 世上是千头万绪 拥杂万千 世上是又简单明了 职业分明 有人曾说 世上只有两件事 关你屁事 关我屁事 人总会把自己看得格外重要 认为离了自己 地球就会停止转动 其实你没那么重要 地球离了谁 也照样转 别人离了你 也照样过得好 与你无关的事 不要瞎打听 你可能是好心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你这份好心 你的好心办了坏事 既是给别人惹麻烦 也是给自己添堵 而未来不定的事 别问 老话说得好 闷声发大财 对待未知未定的东西 最好不要问东问西 保持平常心 努力就好 谁都没办法掌控未来 我们能做好的就是把握现在 对于未定的事 着急忙慌地发问 反而会扰乱现在的心绪 心绪一旦被扰乱 做事就不能一心一意了 现在不能一心一意的努力 未来终是进化水月 曾广闲闻中有云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做好该做的 不问未来 不念过 三 刨根问底的事 别问 学习刨根问底是好事 但生活中刨根问底 反而会伤感情 水至轻则无鱼 人至差则无有 刨根问底 刨得越深 伤得越狠 糊涂是一门大学问 有时候假装反而是一种保护 对于别人不想让你知道的 不要一再追问 非要搞得清清楚楚 世界不是黑白分明的 在黑与白之间 还有大片的灰色过渡地带 不论是朋友还是爱人 不论是父母还是子女 每个人都有自己呼吸的空间 也都会有不能言说的感受 掌握大致就好 二不说五句话 一废话不说 口无刀锋却能杀人 言语舆论是最厉害的武器 刮田里下 三人成虎 很多时候 闲言闲语传来传去 就被当成真理 看过一则颇有禅意的故事 因为弟子匆匆忙忙跑来找禅师 师父 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你绝对想象不到的 等一下 禅师毫不留情地制止了他 你要说的这件事情 用三个筛子筛过了吗 三个筛子 哪三个筛子 弟子不解地问 第一个筛子是真实 你告诉我的事是真实的吗 不知道 我从街上听来的 大家都这么说 弟子答道 好 那就用第二个筛子去检查 禅师接着说 就算不是真实的 也应该是善意的吧 弟子愁愁地摇摇头 不正好相反 禅师不厌其烦地继续说 我们用第三个筛子继续看看 你这么急切地 要告诉我 事情是很重要吗 弟子回答并不是那么重要 禅师语重心长地说道 既然你要告诉我的事情既不重要又不是出于善意 更不知道是真是假 那又何必说出来呢 说了也只会土增烦恼 人在世间走 学说话不难 难的是会说话 若你所说的话不比沉默有价值 选择事实止言 才是明智之举 聪明人不说闲话 也不在意闲话 静坐长思几过 闲谈没论人非 空闲时候多看看自己 闲话废话 不过是浪费时间 浪费自己的时间是慢性自杀 浪费别人的时间是谋财害命 聪明人会做时间的掌控者 把每一秒都用在刀刃上 不说废话 不要说一句吓一句 二心里话少说 见人只说三分话 未可全抛一片心 古语有云 话人话疲难话 知人知面不知心 人心隔肚皮 可能你的真心话 反而成为别人捅向你的匕首 交浅延伸是人生的大忌 不要把所有人都看成是你的朋友 不要把心里话 说给所有人听 人长大的过程 就是了解世界 慢慢孤独的过程 少说心里话 你的心里话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真实 可能只会给别人增添笑量 毕竟 心里话需要说给懂的人听 三怨话不说 亡羊补牢游未晚 怨天游人无异 少说怨话 酸话 遇到问题首先要从自身找原因 羡慕别人可以有 但羡慕不能嫉妒 如果只是羡慕 那便会产生动力 推着你进步 奋起直追 但羡慕一旦变质 变成了嫉妒 那人的心里就会失衡 行为也会偏见 怨话少说 不要成为负能量的传播者 人人喜欢温暖的太阳 没有人喜欢阴暗的乌云 怨话说的多了 朋友就少了 有说怨话的力气 不如迈开腿挥洒汗水 四假话不说 假的永远成不了真 不论美化的如何 好假话 总有被戳破的一天 就像大大的肥皂泡 阳光照射下 虽然绚丽 但最终定会走向破灭 小我 聪明人不说假话 你说了一个假话 就需要用千百个假话去援它 就像滚雪球 越滚越大 最后脱离你的掌控 你说一次假话 就会给人留下一个不靠谱的标签 标签贴上笼意 摘下来劝难 当你讲话说多了 你说真话的时候 别人也以为你说的是假话 五大话不说 知人者知 自知者明 人贵在自知聪明 人从不会自垂自擂 不说大话 他们从来不会随意承诺 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 也不会答应别人的要求 只有真正的聪明人 才不在乎面子 不需要用大话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不说大话 说出去的话 要实实在在 自己不能办到的事情 不要答应 答应了办不到 不仅是给自己找麻烦 而且在对方那里也逃不得好 每说一句都在炫耀显摆 实时犹如开屏的恐惧 只能让人觉得肤浅 厌恶 真正的聪明人 从来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而是知道自己不应该做什么 聪明不是假聪明 不是小聪明 而是把人生的大智慧 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聪明人追求的 不是自己能做什么 而是自己不能做什么 不是所有的话都能说 也不是所有的事都能问 当你学会适当地闭嘴 那就掌握了聪明人的大智慧